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小国语 敬意词2 又在海野 主讲国语科教学拍摄团队 学习重点 一,能够明白又在海野的用法不同 二,能够明白又在海野的意义不同 开始上课咯 大家好,我们这次要学的是 又在海野这一组敬意词 这组敬意词都意味着 同样的情况或动作发生一次以上 只是所描述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第一节 又与也 第一个我们要说明的是 也 请看下面的句子 请看看下面的句子 哪一句是对的 哪一句是错的 他唱了一首歌 我也唱了一首歌 天黑了 路灯也亮了 在公园玩的小朋友都准备回家了 他去跑步 我也去读书 老师教我们读书 也教我们游戏 他唱了一首歌 我也唱了一首歌 在这个句子里 我和他都唱了一首歌 这就是我和他的共同点 所以这个句子是对的 天黑了 路灯也亮了 在公园玩的小朋友都准备回家了 天黑和路灯亮 有什么共同点 哦 原来他们都隐含着时间晚了 这个情况 因此可以推导出小朋友要准备回家 所以这个句子是对的 他去跑步 我也去读书 在这个句子里 他 去跑步 我 去读书 没有共同点 所以这个句子是错的 不能够使用也哦 这句话 我们可以改成 具有共同点的跑步 编成 他去跑步 我也去跑步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使用也了 老师教我们读书 也教我们游戏 教读书 教游戏 的共同点 就是老师 所以这个句子是对的 可以使用也 从上面的例子 我们知道 也 他是用在 说明具有共同点的情况 至于又 多半都是用在 同样的动作和情况 重复进行 或者是两种动作和情况 同时或接连进行 多用在情况已经发生 或正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看看例子吧 他叹了一口气 又叹了一口气 叹了一口气 又叹了一口气 这说明了 叹气的动作 重复发生 小朋友又唱歌又跳舞 非常开心 唱歌跳舞属于 同时发生的活动 他今天才到高雄出差 后天又要到台中出差 接连出差到高雄台中 又也可以说明预定会发生的重复 而且发生的可能性会很高 下个月又要过年了 表示可预期发生 而且是固定发生的事情 他最近身体不好 明天又要请假了吧 由自己的经验观察得知 推测请假的情况可能再度出现 第二节 在与还 在表示同一动作的重复或持续 多用于还没有发生的情况 可以连接两个动作 带有然后的意思在里面 例如 你明天再来吧 来的动作将重复发生 而且明天还没到 所以要用在 我再喝一杯 喝的动作将重复发生 而且说话时还没有喝 所以要用在 我们听清楚 可以再说一次吗 说的动作将要重复发生 而且第二次还没说 所以要用在 我吃了饭在上班 吃饭上班紧接着发生 所以用在 至于还 它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表示延续一直的情况 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表示除了提到原有的情况之外 另外补充了第二种情况 例如 他还是不回答 也就是说 他一直保持沉默 几点了 他还在睡 也就是说 他一直睡觉 没有醒来 明天要考试了 你还在玩电脑 表示一直在玩电脑不读书 我们除了点了蛋糕 还点了冰淇淋 补充说明 不只是点了蛋糕而已 有趣的是 只要说话的人 觉得情况一直发生 就可以使用还 譬如 你明明才看了一下子电视 就被爸妈妈 怎么还在看电视啊 第三节 又 在 与 还 也 综合以上的说明 我们可以整理出几个重点 第一个 也 说明某两个情况或动作有共同点的时候 例如 我喜欢运动 他也喜欢运动 又 说明某个情况或动作重复进行 以及两个动作或情况同时发生 接连进行 例如 哥哥跑了一圈又一圈 一点也不累 妹妹又说故事 又讲笑话 让大家哈哈大笑 又 还能说明预定会发生的重复 而且发生的可能性很高 例如 下星期又要考试了 再 表示某个情况或动作重复发生 以及连接两个情况或动作 通常用在还没发生的时候 例如 事隔多年我跟他将再次合作 你再说一次看看 我看完电视 再做功课 是否 表示某个情况或动作持续发生 以及补充说明的时候 例如 医生还在动手术 请大家耐心等一等 他除了去过英国外 还去过法国 重点整理 1.也用在具有共同点的情况 2.又用在已经重复发生同时发生的情况 也可以说明预定会发生的重复 3.在用在还没重复发生还没接连发生的情况 4.还用在持续发生以及补充说明的时候